国内本土疫情稳定 但27号境外移入又突破两位数 新增12例 有3例从非洲的伊索比亚入境 其中案16678CT值只有19 被弩量很高 但3人都没有症状 是否染上Omicron 仍带基因定序检验 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各国加强监测 加强基因定序 增加对变异株的一个了解 新魔王变种Omicron有32个突破点 甚至尽管曾染疫或有打过疫苗 仍可能重复感染 突变点的不同而且差异性蛮大 即使在之前前一次的感染产生了抗体 并不容易抵挡Omicron的病毒 目前台湾只让6个非洲国家 列为高风险国 但香港有两例确诊 荷兰也有南非入境61例 是否染上Omicron还在检验 但要不要列入高风险国 指挥中心回应暂时不会纳入 死亡率即使是略微的上升 都有可能会造成医疗量能有所紧张 不过目前边境管制是否可能加盐 春节期间放宽为7加7或10加4 是否需要再加盐 不排除任何滚动性检讨的可能 但我们希望能够避免 建议病毒就是发生率 确诊率高的 对那些国家来的做相关的紧缩 急诊医学系的中学更认为 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战利感 明年4月份后才是逐步放宽边境 比较好的时机 原本Delta也许最乐观的估计 可能也是明年春天了 因为多了Omicron的变数 它只会往后 不知道会往后多久 除了严守边境外 对抗病毒的利器 还有抗病毒口服药 食药署回应 墨沙东口服新药的资料 已在本月中旬送交 最快12月中旬 有机会完成 晋级授权 记者谢宏如曹赵人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